你好,我是小花,欢迎来到你和我的阅读时光 如果你喜欢我的音频的话,可以帮我订阅分享,按赞一下吧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完整名字叫 有一种修养就不说 作者,不是所有的书都叫北书 作家海明威从说,我们花了两年时间学会说话 却要花上六十年来学会闭嘴 深以为然,会说话是一种本事 学会不说,则是一个人伸到骨子里的修养 也是一个人狩猎锋芒的善良 很多时候面对一些事和人,我们选择不说 并不代表懦弱,而是为了减少矛盾 我们选择沉默不代表理亏,而是为了远离是非 说是一种表达,不说是一种表态 相信亲者自清,时间会还原真相 《格言连弊》中,有一句治理名言 静坐,尝试几过,闲谈,摸了人非 世界之大,从不缺乏表意见之人 缺的是不随意评价他人的善良和涵养 知人不平人,是与人交往时的一份尊重,一份自律 记得在一部电影中,有个心情沮丧的女孩 在公交车上没有给一位老大爷让座而发生的争执 这一幕被记者拍到做成了新闻 女孩因此遭受了千万网友的嘲讽和辱骂 她丢了工作,失了朋友 成了人人喊打的孤家老鼠 再怎么道歉都与世无补 后来女孩不堪舆论重负自杀了 他们不知道是女孩没有让座的那天 被查出了癌症晚期 她一直沉浸于悲伤无法自拔 很多时候作为膀胱者 我们无法做到真正的感同身受 她一直沉浸于悲伤无法自拔 更无法看到所有的真相 但至少我们可以选择沉默 保持善良 人生辛苦 人人都在负重前行 有时候你一句不正当的评议 可能会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给他人带来无法预估的伤害 看不清别人的生活 读不懂别人的人生 就不要轻易评价指责 不要妄加揣测议论 不说是给别人留一份尊重 也给自己留三分口的 你一定在工作生活中 遇到过这样一类人 总是不分时间和场合的 说些让人心塞和添堵的话 当你欢欢喜喜筛出情人节礼物时 他会冷不定来一句 秀恩爱分得快 当你经历万千辛苦 终于取得成就时 他会分了乐地说 这色还不是靠运气 当你为了孩子的教育 崇明不展示 他也会吐槽行进 你那孩子就不是赌输的了 一个人受害的分散感 充分暴露了他的境界和层次 有寒养的人 不会因失言让人扫兴 更不会因毒言使人心痛 弟子规中有言 人有短切莫接 人有撕切莫说 人人都有不可触碰的逆拎 不要把口无遮然 当作耿帅耿直 不要把嘟嘟逼人 当作逆耳中言 羞辱别人的同时 也会反噬到自己 正省畏言不再多 吸言而得贵 善言则瞧 该说的说 不该说的不说 分场和分对象 不语越不谈吐 才是一个人为人处事的 睿智和修养 水深不语 人吻不言 不说是明误了人情事故 是沉淀下来的圆润智慧 不说是懂得的锋芒不露 言语间都是给人 满满的温暖和善意 在增管协文勇云 两眼一句三冬暖 恶语生人流月寒 善而为人 个人有个人的困顿和欢喜 晦涩和皎洁 有时候 威言善语 体谅别人 也是沉醇自己 作家贾平凹 曾写过一个故事 因为有口吃的路人 前来问路 恰好指路的人 也是个街吧 于是指路人 在整个过程中 没说一句话 只是用手笔话 有人感到奇怪 问其他原因 随入的人说 人家已有口吃 我要是说话了 那人会以为 我是在模仿戏弄 与人为甚的理解 推几几人的周到 是一份不可多得的善良 我们从一个人的 沉默不韵中 也可以看出 他高尚的品格 以及高层次的修养 这像张爱玲说的 因为懂得所以慈悲 当我们能够 深入感受到 对方的难堪 能够发自内心 去照顾他人的情绪 能够用欣赏的眼光 看到别人的优点 不妄言 不失言 不多言 就是将 善待他人的根 置于心 人生苦短 希望我们都能 保持善良 理心开口 事实沉默 少一些自以为是的言论 多一些 以心独行的温暖 真正有修养的人 都明白自己沉默 自有其力量 往后余生 愿你我 都能参透不说的诗慧 在是是非非前 不恶意诋毁 在所是是非前 不指手画脚 在聊言非语前 淡然一笑 历尽千帆归来 所有依旧安好 学会不说指善 敬守内心欢喜 你为什么活得很辛苦 因为你开中看中面子了 面子是最难放下的 有怎么用的东西 成年人只有放下面子 才能活出例子 在我的人际交往当中 大家都会觉得 我是一个很爱说话的人 对 可能你是这么觉得吧 我是一个超级不爱说话的人 是 如果能 当哑巴 绝对不妥一个字 可是很奇怪的是 我们现在活在这个环境 和生活当中 你绝对是要开口说话的 因为你不说 人家不知道你怎么想 你不表达 人家不知道你要什么 你不去说 你想要的东西 你可能就争抢不到 不是争抢 就争取不到 所以变成 你不喜欢说话 但是你必须得说 那要在什么场合说呢 我最近接触比较多的 还是游戏 我们还是来聊游戏吧 我们的伺服器 最近不是太安稳 就是 如果你在我的府的话 然后发生了很多 事实非非 因为有在收听的 有很多是我们伺服器的人 那 其实我觉得这些事实非非 大家人云亦云 因为每个人都说一套 每个人都持有自己的部分 是因为他站在自己的角度 那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每个人 有自己要做事情的权利 可是很奇怪 不知道多少年都这样 就是大家不管 做任何事情的时候 都喜欢拖泥带水 就一定要拖一个 别人下水啊 比如说这个事情 跟另外一个帮派有关 又有关又不有关 反正不管它有没有关 就强行拖下水 如果他们中奖 中标的话 他们就拖下水 一起来搅和 这个事情就越来越乱 越来越乱 可是呢 就是我们的帮派 在这个里面 还蛮 我觉得蛮尴尬的身份 对 我们帮派的风格 和那个身份挺尴尬的是 大家总是 我的感受啦 大家总是好像 发生点什么事情 就是一定要牵一下 牵一下的 想尽办法去 进入我们帮派当中的 一些成员 然后 一直想要把我们拖下水 可是事情一到我这里 然后 三言两语就去了 因为 我就跟他们说 这事情跟我们没有关系啊 你只要照游戏规则玩就好了 你说是两不千金吗 也是 因为没有必要 记照那么多 因为当你懂得 玩游戏的真谛是什么 然后 做人的真谛该是什么 你就会觉得 这是一些很简单 很容易处理的事情 还有至少 我们先选嘛 因为它毕竟 有一些发生的事情 它没有上升到帮派的层面 它就好像是帮派成员 在游戏规则当中 吓到小闹 可能再附带几句嘴炮 那这个东西 跟帮派有什么关系 那我们也有人 因为就知道 就是你们骂到帮派 或是强行牵扯帮派 或是师徒啊什么的 就不高兴 当然了就是 有的时候我也蛮谢谢 很热心的 很热情的帮派的成员 因为身为帮主的身份 有时候很多东西 我是不能正面表态的 或者是说 就算我想要去世界 表达这样的事情 但是因为我一说 就代表我整个帮派的意见 和态度 所以我是不会轻易去世界 去说的 但玩游戏到现在 将近两个月的时间 我唯一的在世界 发过一次的部分 就是有一个事情 真的签得太复杂了 然后 我个人觉得 来跟我对接 就是来谈这个事情的人 我提出了我的要求 因为我觉得 你们这个事情 已经到了一个程度了 你们应该有 这个帮派当中的 最高负责人来跟我谈 然后但是今天来一个 他们的副帮主说 可以代表 明天来一个 他们的负责人说 可以代表 我还是那句话 我要跟你们帮主谈 你们不能代表他 因为帮主才是一个 帮派当中的核心 好的 也没有谈什么东西 怎么转了一圈之后 帮派就不见了 反正他们也发生了 别的事情 我就有点纳闷 然后我有遇到一些人 私下跟我聊这个事情 我们也不讲谁 我们就当 当讲一下八卦 我在跟他们讲 就是在这一段的沟通当中 他们在回去 给这些人传达的时候 就是其实不相关的 相同帮派成员 他们说百花果的帮主 是一个非常不好相处 不好沟通的人 我那么好沟通干什么 你们干了就坏事 又不肯承认 然后左边黑 右边白 硬要拖我们下水 你硬要强行 拖我们帮派下水 我还要给你好脸色吗 再说 我说的也没错 我也没有说 讲话很难听 我也算客气 我还跟他说辛苦了 麻烦你 这件事情应该由 你们帮派的帮助来谈 你们不适合 你们谁都不能代表他 那他们老是一句 帮助很忙 没有时间 然后我们可以代表 我说不好意思 我可以等 我等到你们有空 对 然后最后也没有谈 他们找了一个受害者 就是我们帮派的 有遇到一些矛盾的人 然后受害者 然后受害者就是 接受了他们的道歉 然后他们还想要 集体跟我道歉 就是还想要拉个群什么的 我就说 不用拉个群啊 跟我没关系啊 你是受害者 我又不是 我只是要处理 帮派之间的间隙问题 你们出现的这些问题问题 他们跟我道歉是要干嘛 道歉就能解决问题 要警察干嘛 所以我久久 其实我会觉得 我对很多事情的东西 我都不太会主动去表达态度 因为毕竟 我身为这个帮助的身份 我们表达的态度 代表这个帮派的一个走向 那我觉得有游戏玩的部分啊 大家在开心玩就好了 我干嘛出来说呢 可能帮派当中跟帮派以外 发生的很多事情 我都是知道的啊 但我都不说 为什么 没有必要说啊 看完要说 你们大家开心就好了 然后 我们只要不触及道德底线 不触及我觉得 我们帮派 帮众当中的一个底线的部分 我觉得那都是OK的 因为每个人的个性想法 生活环境跟经济条件 都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们只要不要人身攻击 然后温和的相处 我觉得大家 叫游戏规则来下去什么的 那也是游戏规则 游戏就设计了 我可以截标啊 截标了就截标了 有本事就打回去 没本事了 就是被人家截了 不然就是这样 所谓的没本事 不是你只真的 你没本事哦 你可能没有 没有花钱玩这个游戏 就是战力不太高 然后打不过 打不过就算了啊 如果是我 像我如果遇到高战 就是遇到这种状况 打不过就算了啊 不然怎么样 拍拍屁股 然后站起来啊 还能怎么样 游戏就是这样玩的啊 也有人说 游戏不要太认真哦 也不要太较真 这是看事情啦 看你较真的层面是什么 你就说什么 人家就花钱比你多 功力比你高 人家抢了你的东西 你还要去世界骂 世界哭 这没有必要啊 因为骂完没有用 你不觉得骂完之后 你可能下次还会继续被抢吗 因为你功力低啊 你可能不是被这个人抢 你可能是被那个人抢 好了你这一闹 全世界都知道 你这个时间在晕标了 那是不是就来解你的标呢 其实我觉得 安安静地走开 选择一个适合的时间 也是很重要的啦 所以不说是一门 很高深的课 并不是让我们家的 三眼俩语分享 就能有结果 怎么说呢 那就多听几遍吧 希望今天的分享 对你有帮助 那么明天之后 再见啦